政府今天下午會拍賣紅磡高山道地皮 是今個財政年度首次土地拍賣 記者陳正樂現在是賣地現場 政府星期五還會推多兩幅紅磡的限赤地來照標 區內近期的二手交投是怎樣 近期見到紅磡區的二手交投情況 有放盤的業主選觀望賣地的結果 同一時間有部份的業主暫時看到成交價 近期的二手屋園的成交價和二手交投量都有回落的跡象 有業主選看定些 大政府連番出招增加供應加上岸色趨勢 部分業主態度有軟化跡象 黃布花園這個月平均成交赤價 較上個月跌了百分之四 交投量也減少了 區內多個大型屋園都有雙位數的跌幅 其中海日桃源成交更加跌超過四成 今個星期政府一口氣推出三幅紅磡住宅地 一幅今日拍賣 兩幅限赤地今個星期五開始招標 區內二手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今次政府大量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即是很穩定地供應地皮 其實對成交量也下跌了少少 因為買家都在憧憬 價錢會否有機會 目標升得那麼高 或者各方面 這個最主要是跟賣地的情況有影響 即是有些業主就不如 反正都是了 不如等賣地的情況 出了什麼指標性赤價 才離定它現在應該賣什麼價錢 區又說 紅磡區連租入盤 一般佔整體成交兩成半 近期足保下跌至一成半 反映投資者入市的意欲也減少 看回今日拍賣的紅磡高山道地皮 由於有鐵路概念 市場估值就介乎10億至超過15億 即是說 成交赤價有機會過萬元 在這裡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部 好啊